九省二十三座城市 六十六所学校和精训中心 六十场座谈会 八场专题讲座 在一组组略显平淡的数字的背后 是一个个无比鲜活的故事 百余位怀揣着满腔热血的中国足球民宿 为了中国足球的精训事业 在这一年中走过春夏秋冬 走遍大江南北 去年年底 王中生和我们 在我们一块儿交流沟通的商量 准备今年有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的兴趣怎么样 身体情况怎么样 如果说纯粹是不愿意干了 那我们这个年龄和我们到我们现在 我们已经退休这么多年 我们肯定是杀手就不干了 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新西的足球 又关系到咱们这几年 国家的水平能不能正常的 一步步的往这个高处提拔上来走向去 这样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清训体系清训的训练 和我们的这种学校的这个校园追求 现在是有一个孙女了 有一个孙子 那个孙子呢是从现在开始他很希望踢足球 李小光给讲了个课 五到八岁就是兴趣 他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 他现在才一年级 和这些孩子们 肖炎猪的孩子一样 去了他们都是 在这个阶段里边 重要的就是培养他一个兴趣 他锻炼了体质 生活有规律 喜欢上这个东西呢 慢慢的他也知道了 足球不是往一个人很多要有同伴 这种经济体育训练的客户 团结有爱的品质这些 这就是对孩子产生足球的这种文化当中 使他能够在这个阶段当中能够不断地生机 我觉得这个孩子才能够对社会有所作为 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们在校园上 我们是给这些零基础的 这些体育老师 对他们的这种一个沟通交流或者是辅导 设本百和千 公大一点像千百 我们再到各个省市 他们主管自己的清训系统的 这一方面的工作 沟通交流和辅导 它又是一个层次 那么我作为一个职业的足球教练 一个足球老人 我希望在学校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是以学业育人为主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将来会踢球的 这个银行家会踢球的 这么一个医生会踢球的 这么一个工程师 那么作为这些从事足球出面这一层的人 这一层的孩子 我希望他们要重新地去认识现代足球 对他们孩子们的要求 他们怎么能够精心地投入到这个环境里边 如何要求自己作为一个要发展成为职业球员和球星 这样一个道路将来为国家足球争光的 他们更应该做到的是 一定要勤奋刻苦 没有这个 经济体育谈不上 那么在这个当中 很重要的是一个团队 那么这样一个团队 我们可能有互相这样高地步行的 这种思想水平和境界都没有问题 大家只要在这一个团队内 互相能够影响 互相能够帮助 我想这个团队取长不短 那是一个团队最重要的 比赛也是这样 取得成绩也是这样 奔跑到将来 一步一步把这个志向拿出来 这样我想你们才能够给自己有不断的鞭策 每天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去训练 我相信最多用不了两年 你们就应该有进入到国家 国字号的梯队里边 我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广东孩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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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